我叫纪博达 是个男护士 凌晨一点半 有个男人拿刀捅我 但他没想到 我是全国散打冠军 我是急诊科的护士 这是我在医院工作的第七个年头 哎 终于要下班了 达哥 今天感觉除了上半夜有点忙 下半夜还挺闲的 跟我搭班的是新近半年的英介生小梅 说实话 他那句话一说出口的时候 我心里都一颤 祖宗啊 宁可闭嘴吧 教完班走出医院了再说这种话 同行们应该都知道 护理行业的潜规则 下班之前不说自己闲 平静 上班不吃火龙果 不喝旺仔 不是玄学 胜似玄学 果不其然 凌晨一点半 一个穿着讲究的男人 拿着水果刀冲进急诊室 嘴里大声嚷嚷着 医生 救命 我要洗胃 我立即按下警铃 通知保卫科 同时安抚他 他扭头看向我的时候 双眼布满血丝 我就知道要糟 他拿刀直接向我心脏捅来 速度太快 我根本来不及反应 完了 但在睁眼的时候 冷静的一个侧踢 再一拳轮过去 同时脑子里 响起一个机械女声 恭喜宿主 获得散打冠军能力 是的 我有一个能力 只要遇到毫无理由的一闹 就会随之获得一种能力 我发现 我有这个能力是前年 前年我护理一个孕妇 孕妇有基础疾病 拼死才生下一个孩子 我当初刚刚入职 满怀期望 对他尽心尽力 原本虚弱冰死的他 在我的护理下 脸色变得红润 但他老公不开心了 那个男人 因为我对他妻子 护理得太好 拿了把刀 要飞我的手 我下意识地推了他一把 他跌倒在地上 然后 我喜提投诉 尽管我找领导 辩驳了很多次 但领导说 小程 没证据啊 是的 当天他约我到监控死角 这 就很难平 我被停止查看 浑浑噩噩地窝在家里 一瓶接一瓶地灌自己酒 我始终想不明白 自己错哪了 就在我半夜 被救护车拉走洗胃的时候 突然迷迷糊糊 6号系统绑定宿主 恭喜宿主 获得金刚不坏的身体 好运加十 很快 我收到了重新 回医院上班的通知 经过我吃瓜后 才知道 那个男人之所以 嫌弃女人恢复得快 是因为他给自己妻子 买了巨额保险 已经准备好了律师 将妻子名下的财产 都转移给自己 可惜妻子身体恢复了 听说女人后来 和他力量混 那个男人一分都没拿到 我误打误撞 救了一个女人的一生 说 保安大哥们到了的时候 我已经把人弄到了床上 用约束带保护着 这人还一直大声嘶吼 我要洗胃 洗胃 我问他 为啥呢 他看了看我 愤怒地把头扭到了一边 嗯 我得罪过他 天地良心 我第一次见他 我本想指望着 大半的同事去问问 毕竟女孩子这种 柔柔弱弱的形象 更能轻易地 获得别人的信任 结果小梅刚颤巍巍地 走到旁边 男人便挣扎得更厉害了 吓得他一个机灵 直接跑回护士站 年轻人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表现已经算很好了 我只得跟陆军打电话 出来一趟 急诊室这边 有个持刀 逼我们洗胃的患者 我初步怀疑 是个精神病 但是我和小梅 都没办法跟他交流 电话那边 清冷的声音传来 好的 马上大事上 果然还是我陆哥最靠谱 不得不说 穿上白大褂的陆军 真的是体人母狗样 那轮廓 那眼镜 那静域病胶的范儿 给人拿捏得死死的 刚刚还吓得不行的小姑娘 看到这 眼睛都绿了 腿也不抖了 脸上也有笑容了 嘖嘖嘖 你好 我是值班医生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男人挣扎的身体一顿 打亮了一眼陆军 忽然哭了起来 医生啊 你可得救我啊 放心 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责任 你先说说怎么回事 我才好对正下药 陆军抬手扶了一下眼镜 声音稳重 身边的小梅 随着这个动作彻底疯了 居然在这个时候 傻笑着问我 达哥 陆医生结婚了吗 有女朋友吗 小姑娘啊 就爱八卦 我没回答那个没营养的问题 我叫李荣 今年42岁了 有家小公司 年收入在山城算是人上人了 但就是因为钱多了 我儿子伙同我家保姆 居然对我痛下杀手 他们今天在我的晚饭里 下毒 陆军点头示意他继续 我一点的时候 突然觉得肚子痛 就知道 我千房万房 依然还是中招了 我听来劲了 于是走过去问 那你拿刀干嘛 啊 滚开 你这个不孝子 为了一个保姆 居然要对亲爹下手 得 原来我就是那个不孝子 难怪他看到我就想弄死我 不用说 小梅就是那个保姆 陆医生转过头 一本正经地看着我 为人子 一定要有孝心 要尊老爱幼 然后又转回去跟李荣说 你看 我已经教育他了 你接着说中年男人 舔的舔唇继续倒 我带倒是怕他们小的我求救了 跟过来阻拦我 以防患医用的 你看 这不就用上了 医生啊 你赶紧给我洗胃吧 再不洗 我就没了啊 陆军像是哄孩子般的耐心询问 那你知道他们用的什么药 我们洗胃也是要选择中和剂的 万一用错了 那催吐可就变催命了 耗儿药 一定是耗儿药 李荣一脸的咬牙切齿 陆军停下做笔记的手 一脸猛逼的回头问我 耗儿药 哈哈哈哈 也不怪这个苏州的朋友不知道 这是我大山城方言啊 嗯 就是独鼠墙 主要成分是四亚甲鸡二丰四安 我忍笑忍的着实辛苦 他白了我一眼 继续问病人 你是怎么发现的 李荣满脸心痛的说 我有次起厌 看到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 和那小保姆搂搂抱抱的 我就担心那狐狸精会迷了我儿子 把我搞死 然后继承家产 所以 平日里多了个心眼 生意人马 谨慎最为重要 这瓜 真香 大概了解的差不多了 陆军开了医嘱让抽血 催吐 还请了精神科急会诊 抽血场面堪比杀猪 四五个保安大哥才摁住他 所幸 抽血结果显示除了血脂高 其他还好 这说明大概率他是没有中毒的 精神科医生了解病史后 让李老板住院治疗 半小时后 家属也就是他儿子 终于来了 挽着一个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姑娘 嘖嘖嘖 挺有意思 亲爹跑来医院发病 儿子在外面花天酒地 后来经过治疗 李老板顺利出院 他儿子来接他那天 还专门跑到急诊室来告诉我 给我添麻烦了 他老爸那些胡言乱语 让我不要放在心上 说实话 要不是他来我这里 特意刷了一波存在感 我属实是想不起来这查的 大概半年吧 又有精神症状的患者 跑急诊室闹事 请来慧枕的医生 还是上次那个 这不巧了吗 我看陆军还在一旁开医嘱 就跟慧枕医生瞎聊了两句 我说 上次那个闹着洗胃的患者 后来彻底治愈了 慧枕的小姑娘 敏了敏纯说 当时是好转出院了 后来不知道怎么的 在家里又发病了 说他儿子伙同外人要给他下毒 从自家别墅三楼摔下去了 没就回来 这 陆军扶了扶眼镜对我说 可以省医嘱了 然后转过头 盯着小姑娘的眼睛 鬼是神差地问了一句 你说 有没有可能 他并没有精神病史 也没有救急复发 第一次也确实有人想要下毒 但是在他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已经规避了 却觉得自己没有躲掉 精神科医生扑斥一声笑了说 小说看多了吧你 我了解陆军 他不会无敌放逝 我想起那天 李柔儿子戴着眼镜 找到我嘶嘶文文地说 我爸这两年越来越糊涂了 希望他的话不会影响到你 不由的头皮发麻 凌晨5点30分的时候 120拉回来一个断臂的清洁工 一身血乎乎的 头歪倒在左侧 那天刚好又是我和小梅 陆军搭班 我看着正在转移的担架 以及跨坐在担架上的同事 心里莫得意涵 这个病人从事故的 一直心肺复苏到这会儿 大脑缺氧五分钟 便有不可逆损伤 即使就回来 这辈子也算是完了 看着那身还卫服 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儿 要说这世界 谁看过的日出最多 那还卫工人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他们拿着扫帚 清洁着这个城市里 我们看不到的脏 是黑夜里的圣徒 陆军也是一言不发 他开始仔细查看病人的伤情 陆军微微摇头 问我 联系到家属了吗 小梅在一旁回答 刚联系上他女儿 大学城医学院的研究生 他点点头 下着口头衣住 抽一套输血前检查 配血 书全写800cc 两个人一组 轮患着继续心肺复苏 再联系创伤中心 缝合断臂 我沉默了 缝合断臂 一般情况下 有断支的都会优先考虑送手术式 只有一种情况下 会直接缝合断支 那就是没有救活的希望 我用眼神询问陆军 他抿着唇并不看我 随着查体的深入 患者的病情 比我们想象中重得多 腹腔内出血 颈三高位完全断裂 肋骨骨折 右臂断裂 通俗的讲究是 病人已经被撞得708岁 颈椎完全断开 只剩下面上大层皮相连 理论上 发生车祸时 他应该当场死亡 可监护医上的数据提示着我们 这男人还活着 虽然艰难 但确确实实是有微弱的自主呼吸 跟着120来的病人同事 告诉我们 这个男人叫做王德柱 是个苦命人 年轻的时候 老婆嫌弃他穷 跟着外地老板跑了 给他留了个女儿 王德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小学都没有念完 为了供女儿上学 在单位比谁都拼命 他今天不该上班的 是另外一个同事有事 他临时顶班的 本来顶班的不是他 因为他前两天感冒了 身体状态不是很好 但是顶班会有200一天的补贴 男人双眼微红 语无伦次 这事到 200块买条人命 我拍拍他的肩膀 以示安慰 6点45分的时候 伤者女儿到了 我看着他一下冲到床前 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个脸色苍白的男人 一寸一寸地扫尸着他的身体 同行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伤情 重伤不治 也是那个时候 我才知道伤心到极致 是真的哭不出来的 他呆呆地看着病人 一眼不发 陆军第一次没有主动给家属交代病情 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 床上的男人 似乎感受到了家属的目光 微弱地勾了勾左手小指 小姑娘瞬间回神 扑上去抱着他爸 猛然地哭得撕心裂肺 似乎活着的 能够交流的父亲 一下子击溃了他的防线 王德柱艰难地把头扭向他的女儿 生如文娜 却又坚定无比 好 撕 好 撕 活下去 一位颈椎完全断裂 说话的时候 发出了嘶嘶声 说完那句话 他彻底没了动静 监护仪提示等电线 我愣了一下 瞬间准备心肺复苏 却被那个女孩挡住了 他抱住他爸的身体 摇摇头 声音嘶哑地说 不用了 我知道 我放弃抢救 我不想再折腾他了 陆军阴的身后 7点03纷纷 宣布临床死亡 小姑娘拉着他爸 写已经凝结的手 做着告别 爸 你这辈子真的不容易 为了我 啥苦你都吃 眼看着我颜三要毕业了 你也要享福了 却突然走了 都怪我 我一个农村出来的女孩 早早嫁人就行了 念书有啥用 还连连你去做还卫工 扫大街 下辈子吧 我们再做妇女 我来养你好不好呀 女孩全程很冷静 说到以前的事情 偶尔还会笑一笑 我和小梅 在一边数十深的慌 7点56纷纷 小姑娘情绪稳定了 然后十分冷静地 开始为王德柱 办理死亡出院 直到她领着尸体 准备走的时候 陆军拉住她的手腕 轻声说 我查体的结果是 你爸是颈椎 只剩下上皮组织相连 她咽了咽口水 微微停顿 一字一句地问道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刚才还面色冷静的小姑娘 顿了一下 瞬间泪如泉涌 她又是点头 又是摇头地说 我知道了 我会好好活下去的 然后看向黄色果实袋里的人 轻声说 一定会等忙碌一晚上 终于可以下班了 回家路上 太阳出声 我把手搭在路军间上 呈半挂状 问她 早上大惠儿 你在科室门口 跟别人说什么了 又把小姑娘说哭了 知道那个环卫工人 为什么没有当场死亡吗 我瞬间站置身体 一个劲的摆手 打住 我是绝对的唯物主义者 她提着一口气呢 从医学角度上讲 她脖子完全断裂 只剩那层皮连着 不可能能发出声音的 锦三的完全断裂 也根本没有活着的可能 我拉了拉她衣服下摆 打断道 大可不必说的这么详细 狗男人陆军 她居然面带笑容地接着说 这就是为什么 本来她女儿心存死至 但知道她爸 一直提着一口气 不肯走就是为了交代她活下去的时候 她站在门口又哭了 陆大爷 求求你放过我吧 也只有说这些话题的时候 你才侃侃而谈 我瞥了她一眼 她笑容灿烂地笑着说 你不懂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大 莫名地觉得 周围甚得慌 啊 又是讨厌陆军的一天 急诊室和刘关市 虽然同属于急诊部 但是却是两个办公区域 2019年7月12号 我当时中班上班时间 182 刚刚跨过前三年的新手期 那个时候的陆军 也只是在我们科室归陪 属于半清不黄的嫩包股 21点15分分的时候 120拉回来一个97岁的老爷子 在家看抗日神剧 突发心梗 再回来的路上 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 到我们这儿的时候 面色正常 呼吸平稳 陆军在一旁了解病情 我和另外一个同事 正在对老人 进行下一步的检查与治疗 跟着120来的家属 是他的小女儿 65岁了 双病斑白 说话颤颤巍巍 我老伴走了之后 我爸就是一直住我哪 他这两年最喜欢看 抗日题材的电视剧 就拿亮剑 他都看了不下试毁了 之前也没出事啊 所以我虽然知道 他有心脏病 但是从来没有拦过他 谁知道 这次他情绪起伏这么大呀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幸好你们来得及时 我看着他微红的眼眶 以及颤抖的手 有些唏嘘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 总是格外的打动人心 陆军皱着眉头 继续询问 那平时有规律的服药吗 阿姨拿手被抹了抹眼泪 只点头 一边跟老爷子扎留置针 一边与他话聊 爷爷啊 等会儿竞争的时候 稍微有点疼 迎人忍爱爷爷处于半座卧位 本来一直笑着望着门口 听到我的话后 回过头来笑着说 不碍事 这点疼才到哪儿 给爷爷上心电监护的时候 发现第十一软肋上面 有个很大的疤 一看就有些年头了 陆军也发现了 还没等他问 家属就在一旁解释 我爸是老革命 以前战场上受的伤 一屋子人 肃然起敬 这必须得在我能力范围内 给个超级VIP待遇 题外话 先被用血泪挣来的和平 我们没有资格 替他们去原谅谁 后面的所有检查和治疗 都是给的绿色通道 半小时不到 爷爷就被送到刘官市了 因为病情确实很稳定 住在刘官市22床 我偷偷地去看过几次 爷爷老是满怀希望地看着门口 或许大半辈子吃成沙场 对自由很是渴望吧 毕竟把我为这种被迫体位 也不是谁都能一直耐受的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爱和惊喜谁会先来 第二天休息的时候 我和陆军还在饭桌上 讨论这个老爷子 谁料没多久 就传来了他的死亡消息 死因并不是心脏骤停 而是毫不相关的 跌倒所致脑出血 当他女儿找我们索赔的时候 那上窜下跳 尖酸刻薄的样子 让我们刘官市的同事 心寒的同时也是哑口无言 索性 有视频作证 医院脑袋上的屎盆子 才又少了一个 我后来从陆军的口中 得知了全过程 爷爷是一级护理 刚到刘官市的时候 就再三强调了 一定要24小时留陪护 上厕所都不能离人 爷爷入刘官市的时间 是21点40分分 大概凌晨1点30分的时候 自行起身 站在面向门口的位置 挥了挥手 像是在跟谁打招呼 然后便自己 左脚勾右脚地跌倒了 索性 屁股先着地 所以人也没啥事 家属就在一旁呼呼大睡 发现老爷子躺地上的 还是我们去巡视的同事 老爷子也是狠人 就那么躺了半小时 硬是一声不吭 或许是以前年轻的时候 吃了太多苦 这一点点的痛 根本不能引起他的重视 亦或许是他想就这样 坐等死亡 毕竟从监控里 是爷爷故意自己跌倒的 赫拉克利特说 人不能两次 踏进同一条河流 但奇怪的是 老爷子第二次跌倒的位置 姿势 跟第一次一模一样 他女儿依旧在一旁 安然入睡中 并且他死亡的时候 还面带笑容 就像是得偿所愿 老人家的瞌睡 应该很浅的 爷爷两次摔倒的声音都不小 为何他65岁的女儿 会睡得那么熟 陆军说这话的时候 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个虚伪的男人 每次在面对这些话题的时候 永远都像个画廊 你不知道 他女儿拉着咱们主任 要赔付的那个样子 真的是蛮不讲理 得亏我们在老爷子的枕头下 找到了他的遗书 监控也拍到我们同事 暗示寻视的身影 不然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 我点点头附和 确实 这世界上人形和太阳 永远不可直视 在风平浪静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一副 客气和蔼的模样 可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 都得现原形 现实永远比招妖镜来得痛快 陆军拿过旁边的矿泉水 润了润喉 你知道他遗书的内容吗 我摇头 并不想听接下来的内容 我太了解这男人的脾性了 果然 他没有给我捂住耳朵的时间 他说这两年 他一直在亮剑里 找老班长的身影 那天突然发病 是因为他终于找到了 他激动了 后来他一直望着门口 也是因为他的班长 一直在哪儿等他呢 我面色铁青的开杠 亮剑里那么多演员 怎么可能找不到 再说了 那些演员可没有那么大的岁数 当他的班长 或许是饰演他班长的一个镜头 或者是一句话 亦或是一个场景 他需要的 只是能令他想起来记忆中的人 毕竟他看了十多遍了 我放弃了 后背发寒 陆哥 今晚咱俩一起睡吧 好久没有粗息长谈了哈 这个有洁癖的男人 面色顺便 OK 搬回一城 陆军说我是个胆小鬼 一点也不骂 每次提到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就会很抗拒 可他不知道的是 我小时候真的亲身经历过一些东西 我妖爷爷是个猪贩子 那天他像往常一样 跟着伙伴和公公 一起去附近各村收猪 然后用车子统一拉到镇上售卖 记不得那天的天气如何了 只知道传来他噩耗的时候 天空灰蒙蒙的 我爸反复地问带话的人 确定吗 没搞错吧 我妖爸可很年轻了 确实可惜了 说是卖了猪 买了点酒犒劳自己 结果回来的时候 从车上摔下来了脑僵子都出来了 古人有云 钱财乃养命之源有钱证 没命花 一切都百大 这大概就是 妖爷爷怨气那么重的原因之一吧 横死的年轻人怨气大 所以我爷爷 妖爷爷是他妖弟 为他请了道士先生 准备做做法事 然后在上山出殡埋葬 停事的那几天 我爷爷每天都能梦到妖爷爷 他在梦里撕心裂肺地 说自己是被谋杀的 说他的伙伴和公共是谋财害命 说他当时掉下车时 根本没死 就是信和的那石头 给他后脑勺补了一下 他才死的 他不甘心 让我爷爷给他报仇 嗨 农村这边不幸厌尸 再加上那何德权 跟我们是认识多年的同村人 所以根本就没有 往谋财害命的方向想 起初 我爷爷以为自己是中年丧帝 失去了唯一的弟弟 就有点疯魔了 做梦都奇奇怪怪的 可是接连几天 都是大同小异的梦境 他开始有点慌了 给道士先生一说 得到的回答却是 我们只负责宵院埋人 主家的争斗 该不参与爷爷只好叹气 想着等妖爷爷埋了看 能不能消停点 上山那天 道士先生杀鸡开路 那激公却诡异地 把脖子拧成180度 回头看向堂屋 一连三次 四次一样 我在斜后方 亲眼看着道士先生的脸色 一点一点变得慎重至极 抬着棺材上山到下葬 中间没有出任何的意外 只是下葬后 道士先生找到我爷爷 说死者怨气大 激公回头不肯走 我用道法强行给他安排了 但是不出三月 我家必定再有一场丧事 当时谁也没有放在心上 毕竟玄学领域 自己不轻身体会一次 根本没办法变得违心 我老家以前是自建的三层楼房 一楼是厨房客厅和柴房 以及猪圈 鸡圈 二楼是卧室 三楼是养残的地方 要爷爷死后的第七天 一直有只飞蛾跟着我婆婆和爷爷 那天我婆婆在三楼喂完残宝宝 准备下楼时 那个飞蛾就一直在周围打转 我婆瞅准时机 一个鞋底板扣过去 蛾子被拍得稀烂 她当时得意洋洋的想 早就烦了这蛾子了 终于打死了 清静了 谁知半小时不到 我爷爷就从蛾子尸体的位置摔下来 腿断了 也是那时候 我们才知道有个说法 死去的亲人会在头七的那天 变成动物回来探亲 当时我们并不相信 所以才有婆婆拍死飞蛾 爷爷断腿的后话 这事过于玄乎 爷爷没办法 只好又求到道士先生身上 老先生沉默了一阵 然后说 去老鹰山 找陈老太婆 她是过鹰山的行家 陈婆婆听说这事后 爽快地说好办 准备一位直系亲属 今晚只是办事 爷爷说 头上老娘年纪大了 腰底下头就留了一个毒苗 还是老来得子 我是他大哥 算直系亲属不 陈婆婆说可以 我以为鬼上身 需要像电视里那样跳大声 事实却是 他直接趴在桌子上 一边嘴里念词 一边睡着了 不到十分钟 陈婆婆直接坐起来 开口第一句话 就把我们吓惨了 大哥 快去给我报仇 那信何的要跑了声音 语气简直跟我妖爷爷 一模一样 我爷爷仅剩了大半辈子 还参加过当年破四旧的活动 于是问了句 你怎么证明是我妖老弟 陈婆婆皱着眉头 直勾勾地看着爷爷 半赏才开口说话 你十五岁那年 掉进了粪坑 还是头朝下的那种 妈怕影响你以后说媳妇 不让我们把这事往外说 爷爷老脸一红 连连摆手地说 行了 你说说到底咋回事 你怎么还要害我呢 妖爷爷突然就哭了 我一直给你托梦 你们都不当回事 那何德权眼看就要跑路了 我着急啊 你还是不放心上 我只能用我的方式提醒你了 时间到了陈婆婆的声音 出现得十分突兀 大哥 记得给我报仇 我当时还有3825块6毛 在我鞋子底里 被那个信何的给我拿走了 一定要拿回来 那是我给他们娘俩留下的 最后的傍身钱了 大哥 你 陈婆婆瞬间睁眼 打断腰爷爷的话 还不退去 房间内归于寂静 只能听到几人压抑的呼吸声 半晌陈婆婆脸色不善地 看着爷爷说 过阴身的时候 最忌讳质疑来者 星星好的 像你屋这个 还跟你自证 星星不好的 我们这屋子的人 都要倒霉 爷爷被训得说不出来话 行了 我走了 以后不必再找我帮忙 我不会再见你家的事 陈婆婆走了之后 爷爷消沉了一会儿 然后就召集我们家所有男丁 浩浩荡荡地去何德全家了 到那地一看 人去楼空 爷爷才懊悔不已 转念一想 妖帝多半是因为 最后那点钱 没有给到老婆孩子 才怨念丛生 于是招呼所有人 禁止地把何德全家 米油电视等等 反正能值两个钱的 统统搬走 现在这法不可取 直接全数给了妖婆婆一家 至此 家里才清静了两个多月 要爷爷走后的第76天 祖祖爷爷的妈妈 在一个夜里突然去世 大家都说是老人家 经不住白发人送黑发人 暗自心伤了两个月 实在熬不住了 就走了 只有我一瞬间 想起了当时给妖爷爷 开路上山的那位道士先生 开路不顺时 那满脸的凝重之色 后来我自己考出了大山 来到城市 听说陈婆婆和那位道士先生 早已做古 没人知道小时候 我经历的这一场灵异事件 给我留下了多大的阴影 科室里所有人 都在背后笑话我一个大男人 太过于害怕死者 不适合干这一行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不是怕死人 只是害怕死后的人 小梅问我 面对生理死别的时候 怎么才能做到 不和家属一起哭 我猜 她在心里一定骂我是个 面冷心硬的臭男人 其实 谁还不是从一个爱哭的小护士 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我实习的时候 去的第一个病房 就是胸心外科 记忆由深 刚到的时候 带教老师 带我们去参观病房环境的时候 看到一个老爷子呼吸的样子 十分奇怪 他总是将这脖子 深深地吸一口气 然后叹气 呼吸到也不是很急促 就是在安静的病房里 他这叹气声格外的吓人 我问老师 为什么那个四十七床爷爷 老师在叹气 手术都做了 应该努力积极的康复啊 老师当时给了我一个白眼 没回复我 一直到参观完所有的病房 回到室教室 郭老师才慢慢地说 四十七床的大爷 是个尸管癌 转移到了肺 昨天做的手术 但是 效果并不理想 当时我们那组实习同学 都是好奇宝宝 当即就有人问 效果不理想 为什么还要做手术呢 郭老师罕见地争闷了一下 然后笑着回答 或许大多数都不相信 自己就是那最倒霉的一批人 手术便是他们砸过麦铁 最后的豪赌 年少轻狂 并没有理解到这句话的精髓 反而更多的注意力 却被病人吸引 实习第二天 我们大一早便得知 四十七床里大爷 凌晨精抢救无效 确定临床死亡 交班的时候 所有的老师都很平静 脸上没有一点惊讶的表情 似乎每个人 都提前预知了他的死亡 只有我们几个愣头青 看着家属悲惨的神情 感受着周围压抑的气氛 心里不是滋味儿 我开口劝奶奶别哭 没想到被自己 沙哑的声音吓一跳 我以为自己只是鼻子泛酸 没想到声音已经出卖了我 看了一下周围的同学 嗯 大家都红了眼圈 我心里稍微不那么别扭了 我 一米八的汉子 第二天实习的时候 因为一个患者去世 劝家属的时候 把自己里劝哭了 以至于后来这么多年 我从来不去凶性外科瞎逛 我怕听到自己的传说 可所有的老师 都是平平淡淡的一句 节哀顺变 我在心里吐槽 真是一群麻木不仁 不同人情的上班机器 奶奶收拾好出院的行李 专门来护士站给我们告别 说他们家庭不富裕 感谢科室捐赠的六千块钱 这辈子都会记得我们的恩情 我在一旁有些心虚 毕竟才来科室没几天 受不得这些夸奖的话 并且科室的人 咋还做好事不留名呢 郭老师站起来 脸色平静 不喜不悲地说 奶奶 我们只是尽了一点心意而已 走的人走了 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着 节哀顺变啊 没有任何漂亮的大话 却让我一瞬间心乱了 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好事 这么平静 面对死亡也这么平静 那个时候的我 并没有想到七年后的我 也如他们那般 心如止水 甚少波动 我问了 郭老师很严肃地回答了我 世上没有感同身受 只有同情和可怜 不如把这不需要的善心 换成实际的行动 不需要跟着病人们哭泣 在我们这个岗位上 只要你曾经真诚地 为他人的性命 或者康健努力过 认真过 负责过 尽力过 那么我们都问心无愧 哭泣解决不了问题 只会让这种负面情绪 染满病房 其他马上要手术的患者 怎么想 哑口无言 却又仿佛在浓墨般的黑夜里 看到了微弱的光 桌子的扣机声 将我拉回了现实 陆军依靠在护士站 眼下清黑 语气冷淡 别聊了 待会下夜休 我给你炖过鸡汤 我喜炎孝开的提要求 多放点杀身 我爱吃这个 不 你只配拥有心灵鸡汤 我看着小妹 懵懵懂懂的表情 似乎看到了 实习那一年的我 没事 小家伙 会有领悟的那一天的 但我希望你能 纯真心善久一点 再久一点 因为 医院里的这方人间 待得久了 看得多了 就会慢慢的变成 下一个郭老师 下一个我 全文完